你跟他說這是西郎 你跟他說什麼講他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 我也想請問一下陳建仁院長 你的部長是這樣的一個談話 他真的心裡這樣想 那是不是代表你們整個陳建仁內閣 都是這樣子來看立法院 所以我在這邊呼叫 尤徐坤院長還有陳建仁院長 請你們對薛瑞源這樣的西郎孤陶的講法 請你們給我們一個交代 為什麼聽這個郭昌外人 他現在已經防智 然後黃建廷為了 爭取大家的支持 但是黃建廷秘書長 他已經昨天說 就是 黨中的態度是支持 然後大家就說 你是不是 黃建廷被先人跳 我覺得不能說是被先人跳 因為事實上昨天黃建廷秘書長 那他後來也做了很清楚的說明 就是有關於我們的候選人 一定是國民黨自己要先推出候選人 然後才跟現在目前非國民黨 還有非綠聯盟來做協商 那麼因為現在郭台銘董事長 他目前還沒有 他現在還不是國民黨黨員 所以昨天黃建廷的說法 比較明確的就是 現在黨內 現在目前黨內的候選人 可以說侯友宜是呼之欲出 那麼接下來才去整合 包含郭台銘還有民眾黨 那麼所以目前 郭台銘董事長 仍然是被整合的目標之一啊 不能說我們今天氣他而去 或者給他先人跳 郭韓霈 郭韓霈 我自己本身沒有聽到啦 我不曉得這個風聲是從哪裡來的 他如果此事要捐錢,那就捐了就好,就不會有黨疫苗的事情 他如果此事要捐錢,那就捐了就好,就不會有黨疫苗的事情 捐錢就是政府去買,那就沒有這回事 佛光說他們不可能透過錢客賣疫苗,所以部長昨天說的宗教團體也沒有佛光過指揮? 沒有啦,這個我沒有說他們要賣疫苗,這個可能有所誤會 我講的是說他們有要捐疫苗給這個政府,但是他總要有一個地方去買 一定有人說可以想辦法幫他們買到,所以就會來指揮中心這邊問 那我們就說到底跟你講說可以把疫苗提供給你的這些人手上有沒有證明 就是說那疫苗的原廠願意賣給他的證明 他拿不出來 所以不要把事情搞分掉 其實這我來講的其實已經夠清楚了 他們很很有三心願意捐疫苗 但是他們要去有人提供給他們,也就是說有人要賣疫苗給他們 那這些想要賣疫苗給他們的人拿不出證明來 如果當時的話 比方說是佛光山他答應說好他要買疫苗 這個錢客就會跟他講說那你先繳30%他要去下店 是這樣的情形 藍綠都說這樣有一點護航的情況,你有這麼覺得? 那護什麼行? 當時中選情? 我只是把事情掀開來講而已,沒有護航的問題 因為整個的過程當中,這個指揮中心受到很多的誤解 那我現在是盡量把事實還原 那他們還有要你把錢客到底是誰講清楚,不然就是說謊 這個太幼稚了,我不想回答 不過至少現階段沒有要公布任何的名單,謝謝 確認誰給他的評語,他說比租隊友還租 有些事情做錯的就點點就好了 你現在越扯越大,有時候政治使人瘋狂就這樣 市長請問一下,你怎麼看朱瑞源的所謂的,他分析成其他的重溫是來自於黨的 但是,因為他昨天有提到,他有提到電子通過工箱團體 或是工箱檢問有理事長的,習武功,習武功說他是捐給美生服藍疫苗 那你怎麼看他這件事,你怎麼反應 這個薛瑞源說是因為陳時中擋到一些什麼宗教團體跟工商團體的 想要靠疫苗賺錢,不講還好,你現在扯到慈濟跟台積電甚至鴻海 所以誰給他的評語,他說比租隊友還租 有些事情做錯的就點點就好了 你現在越扯越大,人家慈濟買疫苗給你,你現在說他們有什麼目的 哇你一舉得罪多少人 這實在是,好啦好啦不要再批評了 其實二十幾年前他在當那個衛生署醫事科的科長 我就跟他很熟啦,所以常常是這樣 人家批評就是說 當官以後你知道,太多的這種保護,如果都賠到最初的本薪你知道 你要知道當年那個全國器官捐贈防疫登陸系統 他當科長的時候他包給我做的你知道 所以這個也不是什麼壞人啦 但是我覺得常常是 政理就是這樣 最後一看老科奇怪,二十幾年來也不是長這個樣子 怎麼現在變這樣子 薛瑞源也是這樣,我也是認識二十幾年來 他以前也不是這個樣子啊,怎麼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真的是,有時候政治使人瘋狂就是這樣 那衛生部長薛瑞源他昨天是為了這個投資說來道歉 但是對於這個綠衛兵的稱呼呢 他是說,其實叫我綠油精就好 怎麼看,這是他幽默嗎 薛部長,其實不要把自己當成綠營的名嘴 少一點政治口水,好好的把衛生部長的工作做好 那這個中泰花園 44年都沒有拆掉 那黃成國好像有介入 據說現在的點名就是黃成國來介入這件事情 那你會這樣認為嗎 會不會認為說陳時中當選的話 整個台北市的都更案都會握在他的手上 其實黃成國他過去 他是黑道,這是事實 英系也招募了很多的黑道,這也是事實 那現在民進黨走向黑金智國也是事實 而且黑道位居廟堂之上也是事實 所以我想民眾都看得非常清楚 大家也期待台北要有所改變 能夠朝正面的方向前進 但中泰花園44年 如果你上任之後,他拆得掉美女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們絕對依法辦理 來朝向符合市民期待的方向前進 我覺得賴清德講說台灣沒有統獨的問題 那就是今日的賴清德去打昨日賴清德的嘴巴 但是他為了要取得大位 所以他現在要跟他過去一直高唱的台獨 不要做切割 但是大家在網路上也看到嘛 賴清德過去高舉台獨萬歲 或者他講他是務實台獨工作者 或者他的支持者說他就是台獨精孫 那所以現在賴清德講說台灣沒有統獨問題 說實在說到底 也是為了台 也是賴清德自己為了騙票 才會有這些說法 那我想再給你請教現在民進黨的區域立委初選啊 那其中像說 像是核志偉跟黃沈莊 那道德的爭議蠻大的 那會不會覺得說民進黨就是太意思訓練 然後賴清德2014也沒法解 嗯 其實你可以看到喔 在這個區域與他們的立委的初選競爭非常激烈 其實也不只是這個何志偉委員這一區喔 那麼你可以看到賴慧元委員這一區喔 也是打到見刀見骨喔 那其實你大家也沒有看到賴清德可以有能力去做協調 所以賴清德所謂定於一尊的說法喔 我覺得可能也開始動搖 如果賴清德連這個立委的選區他都無力去做協調的話 那麼真的辜負大家對他給他四個字定於一尊 看起來他還是沒有辦法成為綠營真正的共主 請問一下怎麼看昨天內政委員會通過這個排黑找反應列委優先法案 希望明年的立委總統大選就可以適用 不過包含這件事情的最部分要不要入法不得終身參選 好像委員之間還有些同事 因為最近尤其在台南發生這樣的一個會選案 以及還有88的槍擊案之後呢 那社會各界就是討論到特別是在民進黨部分喔 是不是應該在這個選舉時候有排黑條款 那至於就是說在洗錢的部分 要不要終身都不得參選喔 現在看起來好像只是為陳志忠一個人量身定做喔 那我覺得其實我們修法應該是一個價值的取捨 而不是為了一個人他能不能參選而取捨 所以我也想奉勸這個民進黨喔 如果他們要反對這個洗錢不得終身參選的話 那麼他們的論述不應該只是為陳志忠考量 應該為整個的價值的取捨而考量 對因為我覺得掃黑不應該只是掃表面 那麼就如同賴清德他所提到所謂的誠信條款喔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說市議員轉參選立委 過去有以後也會有事實上在這一屆喔 其實民進黨也有很多的市議員要轉任這個立委來參選 那所以我覺得賴清德不應該是只是為了自己的選舉 然後現在呢要做一些切割才來忙著來修法 更重要的是整個各政黨 我必須說各政黨在推出他的候選人的時候 其實都應該對社會大眾應該負有一定的責任